环环和梅儿都有了身孕 宫中从未有过这样的稀释 看过甄嬛传的都知道 虽然甄嬛和梅姐姐是同时期怀孕 但他们两个的孩子都不是大胖菊的 就连坐在一旁的胖菊被绿的几个名场面 这一天梅姐姐由于拗不过太后的劝说 终于肯接近大胖菊 于是大胖菊来到梅姐姐宫中用善并对她说 朕许久未见了 现在仔细看你 总觉得跟刚入宫的时候有些不同了 在这里我们得知 梅姐姐已经与大胖菊冷战了很长一段时间 而大胖菊的后半句话 不就是在说她与自己的感情变了吗 紧接着梅姐姐回复 年最见长如愿改变也是有的 我们都知道梅姐姐刻意疏远大胖菊 是因为大胖菊明知道她甲嬛一事另有蹊跷 可她还是因为对花飞的宠爱和对年家的忌惮 而惩罚了梅姐姐 这是导致梅姐姐与她离心的主要原因 我们在纵观全局 梅姐姐之前感染失忆 使温太医一只守护 所以我们就不难猜出 此时梅姐姐无光的眼神 就说明她已经精神出轨 桌子菜全都是绿色的 这不就暗示着大胖菊马上就被梅姐姐戴绿帽了吗 正所谓哀莫大于心死 悲莫过于无声 这时的大胖菊就算说再掏心窝子的话 都无法取得梅姐姐的原谅 梅姐姐与温太医的一夜春宵 可这对大胖菊来说又何尝不是妖艺之兆呢 不得不说大胖菊还是有点感应能力在身上的 等到梅姐姐预产期来临的时候 她的情况不如乐观 她也预感到了自己命不久矣 于是她把振嬛与温太医单独叫来了屋子里 然后她对温太医说 虽然我们都知道孩子的血统 但这一切被梅姐姐亲口说出来 难免的让人有些小激动 我想一旁的甄嬛的表情也是观众的表情吧 所以我愿称这为梅姐姐给大胖菊戴绿帽的高光时刻 说了这么多梅姐姐的事情 那么我们再来唠唠甄嬛绿大胖菊的名场面 这时的甄嬛还是出入皇宫的心人 在某次宴席上甄嬛借故偷跑出来闲况 好巧不巧甄嬛穿的也是绿色 随后甄嬛环顾四周并未发现有闲杂人等 于是她把自己的鞋脱了 紧接着她的侍女说 小主 真把鞋脱还这么伤 别人看你多白 而就是这么不得体的事 却被不远处的果巨王逮了个阵招 我们都知道 在古代女子的脚属于隐私部位 是不能随便展示在除了丈夫之外的男子面前 可甄嬛的狱卒全都被果巨王看光了 这不就暗示着 以后果巨王会成为可以看甄嬛狱卒的亲密人士吗 随后甄嬛就于探完差点落水 好在被果巨王一个大不留心给拉住了 紧接着侍女赶紧推开果巨王的手说道 自己都成落汤鸡了 还顾别人 谁啊 大胆无礼 我们注意到 虽然甄嬛主仆二人衣服都穿得好好的 但是他们二人却拼命想要把甄嬛的脚给藏起来 由此可见 甄嬛的这次漏脚行为已经是间接绿大胖狙了 很快甄嬛的计划便奏效了 大胖狙也是喜得二字 所以苏菲就奉旨去请温太医给甄嬛请平安麦了 我们都知道 温太医知晓他腹中的孩子是果巨王的 如果甄嬛找大胖狙切盘的事情东窗事发 那么此事的相关人等都不会有好下场 可是甄嬛却说 是谁的都不要紧 要紧的是皇上认定这个孩子是他的 认定了我腹中的孩子只有一个多月 你疯了 这就与黄小明的名言 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如出一辙 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在这里我们也不得不感叹一句 甄嬛真是理直气壮的给大胖狙戴绿帽子 正所谓 只是永远抱不住火的 大胖狙还是打笑不掉 对双生子真实身份的怀疑 所以大胖狙会在病重时问甄嬛 红燕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儿子 然而甄嬛是这样说的 甄嬛的这句话 看似讲了什么 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 如此巧妙的回答 也成为了后来网友们讨论的重点 所以剧中出现了这么多 大胖狙被戴绿帽的暗示 你都看懂了吗